那接下來我的分享者是Annie 其實我不認識Annie Annie是誰嗎 Annie是誰 我不認識 我常常在焦點看到她 我只聽說她到香港走了 一到回來之後就決定要用The Lighting 但The Lighting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們就請Annie來跟大家分享 來掌聲歡迎Annie 然後就看她怎麼喘 大家好我就是Annie 然後的確是因為幾年這個時候去了香港 所以我下禮拜又要再去香港了 就是去她參加同一個會議 欸這個怎麼好像很嚇嗎 好然後 我是之前就是去年2月的時候 從美國回來 然後呢就被阿風 就是兩個人就是在一個喜巴克 在公館喜巴克講了兩個小時的話 所以那個時候之後我就變成焦點一份 然後中間就是在焦點就是做了一些行政的事情 然後跟這兩個傢伙就是上上下下 然後後來就是創辦焦點女生 然後這個東西現在是緩下來 但是之後還是會繼續走 然後因為她也是因為在焦點女生這個活動裡面 我正是我現在創業之後非常多重要的夥伴這樣 然後在去年的去年9月我的店就開了 然後在去年11月正式開了這樣 然後所以呢現在在一切開始之前呢 大家一樣是你的手機 進入飛出的頁面 然後找一個like and 你跟我按一個讚 對啊 然後你就會看到我們的頁面 其實每天都在講不同國記憶體 然後講一些電源資訊什麼的 然後其實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從去年 其實到現在其實整個創業已經算是200天 200天是我亂抓的 然後就是那時候就是那個月亮說要分享的時候 她就跟我提到說就分享一下 因為我之前在可以教你分享過 我那個時候正叫做正創業 然後現在其實已經過了200天之後 就是講現在發生什麼事 就是看有沒有變瘦變胖 有沒有在睡覺這樣 對啊 然後這間店在公館 然後它是一間在講國記憶體的咖啡廳 然後所有吃的喝的 到所有展示的東西 到所有辦的活動 都牽著 都拉著不同的國記憶體 從性別種族 貧窮永續到人口販賣 這五個大主題這樣 然後所有的咖啡啊 或是茶 全部都是所有公平貿易之間的產品 然後所有吃的啊 蛋糕、點心啊 就是有給你自己做 對啊 就是全部都是自己 用有機的 因為你東西都要有一個 都要有一個要求在 就是一定要有機啊 一定要在地啊 所以最後面對到實際上問題很嚴重的時候 就是算了自己玩起手來就 把本來應該只是會 到現在到可以斷出檯面的東西 就是練起來這樣子 對啊 所以就是從創業到現在 就是我們店的長相這樣 然後其實在場 我知道很多人 其實都算是創業的人 或者是創業創業的人 或是有很多想法的朋友 我只是想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你今天要創業了 你覺得這三件事情哪一個最重要 哪一個最不重要 就是會不會能不能要不要 我今天要開一間咖啡廳 我會不會做咖啡 我能不能做咖啡 跟我要不要做咖啡 我本來是研究所念國際關係啊 然後念的是政治啊 這些外交領域的東西 我要跳進來做咖啡廳 這三件事情你覺得重要嗎 你們覺得 來一下就是大家想一下 你覺得哪一個 一個是able to 你會不會我本來就會 或者是我know how to 我知道我有那個know how 然後我want to 像我現在我覺得我最想 因為我版主超快 對啊 可是在我咖啡廳的時候 他不會有這麼大的幫助 所以我know how其實不會 這不是我的專業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 其實我那時候就想了很久 就是因為你要跳進這個領域 其實在你一個完全陌生的狀態 其實壓力非常的大 然後就其實像我的狀況 我就強迫成這樣 對啊 就是在兩個月之內 就是從一個本來去喝咖啡的人 就是坐在那邊翹翹喝咖啡 享受咖啡廳的人生的人 變成每天他們坐到髒囊 髒囊塗馬桶 然後可是變成一個barista 變成一個烘焙食這樣 對啊 就是目前已經過得最難的那關 現在已經慢慢聞下來這樣 對啊 所以像其實做咖啡真的是一個 是一個很高門檻的一個專業的技術 他其實到現在我自己還是 我的現在已經有夥伴了 我伴這種我根本就不想做 因為我覺得他太強 他是坐時機的霸台手 那可是他不在他休息的時候 當然就是我自己要站起來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每天早上 7點多就要進咖啡廳 然後自己就開始點 就要開始點 什麼叫做好咖啡 什麼叫做花火香 什麼叫柑橘香 然後什麼叫做淺烘焙 中烘焙 為什麼市面上 就是什麼樣的咖啡廳會賣很好 對啊 消費者在意的到底是什麼 幾個人會去喝你還點咖啡 幾個人最後點還是交場馬七度 那大學生要什麼樣的價格 然後還有一般支持你的理念的人 他支持的是理念還是你的咖啡 那支持理念還是支持咖啡的人 哪一個人會一直來 你哪一個人 其實他來一兩次之後 他可能就不會是 永遠的客人 就是這一些思考的東西 會影響到你的價格 影響到你這個店的營運時間 還有影響到你要請什麼樣的員工 所以等等之類 就是在這兩百天 就是在我自己 就是強迫成長 發生很多事情 然後 對啊 然後這個人呢 就是 是比較重要 他就是很棒的建 他在我那時候 在市營運的時候 10月的時候 他有一天就來我的店 然後只是來 一開始只是來捧場 我媽要被他打巴掌吧 對啊 他就是很直接告訴我說 就是這個店 有什麼什麼需要在 你什麼 他也沒有說什麼要改進不改進 可是他就會說 你準備好了嗎 你準備好 全世界就會來幫你 你還沒有準備好 大家也不會準備好 對啊 所以我們那時候 10月中 就店就休息了兩個禮拜 就把很多店 重新裝潢 還有很多重新要準備的東西 全部準備好 在11月1號的時候 重新正式開幕 然後真的 就從11月開始 整個店的 那個不管是業績啊 營業額啊 或者是有沒有人來採訪 整個就開始起飛 對 真的就是Jack講的話 這樣子 然後 對啊 所以就是Jack 那個時候 給我最大的體會就是 大家都說 Be the change 可能幫人 交點人 大家都說 我們都要Be the change 那其實才只是開始 比如說要prepare 才是真的開始 那個game on 之後 你就是隨時順利 就是要準備好 這是我覺得 這是最辛苦 部分這樣 然後 然後兩百天 接下來就是 我本來其實很想說 今天不要 不要攝影我好了 如果講些胡亂壞話 沒有啊 可是就是繼續往下 對啊 就是每天會發生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 你面對的挑戰 第一個就是society 就是這個社會 像我一開始 我東西公平貿易 直接貿易的人 那個單價我的成本 就是比我 你知道分州街 台大附近 非常多的咖啡廳 我的成本是其他咖啡廳的十幾倍 對 這我很清楚 可是我定價呢 我如果一杯拿鐵 一百四 學生真的進不來 對啊 那我就要開始調整 我要怎麼調整 對 所以等等就是整個社會 給你的期待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創業的人 可能都有遇到這樣的事情 就是 你不同領域的朋友 走進這間店 就會給你很多不同的建議 一個設計師 那設計師走進來 你這不行啊 你那不行啊 然後另外一個 Varisa 咖啡葉子走進來 說你這個咖啡機 怎樣怎樣 然後那個做蛋糕的人 再走進來 再給你什麼什麼意見 別人都很多人 不同的意見 你都知道 對啊 但是你覺得 可是我錢沒有啊 然後我就一個人啊 我可以做的事就這麼多啊 對啊 所以就變成最後 你今天這些東西 其實都會是壓力 那可是你要把壓力 變成哪些東西 要取捨吃 最後還是你自己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Partner 我覺得這東西 就是花了我最多的時間 最多細胞的事 我翻這件事情 像我那時候 一開店的員工 跟我現在員工 是完全不同的員工了 對啊 那個時候一開始 大家都是性質勃勃 很高昂的說要加入 要加入 可是後來就是 有的人當然沒有信心 然後有的人當然 就是各種狀況出現 然後我其中有一個公讀生 那時候公讀生有三個 然後其中有一個公讀生 做非常好的很多東西 他就是那種 從高中 就在不同的堂均工作 然後做到大事 所以他很多 他經驗比我還好很多 都讓他教我的 然後呢 結果他有一天過來 他媽媽打來說 嗯 我女兒得請記得 然後我就失去了一個員工 對啊 然後 所以就是這樣的事情 每天都在發生 然後是我的員工 然後還有 很重要的一個夥伴 有一天也會來跟我說 欸我覺得我就做到這個月 然後你就 你是老闆啊 他就這樣微笑說 喔好好好 然後走去廁所 然後擦擦眼淚 然後就說 好好好 那你接下來要幹嘛 好好好 祝福你 大家再走進去 再擦擦眼淚 超級戲劇情 對啊 所以那個時候 快沒時間了 對啊 所以就是夥伴也是花了很多 我就是最後 最後你要知道 很多東西其實是完全都在意料之外的 所以其實最重要還是你自己 就是我自己要的東西是什麼 我要怎麼樣讓自己很穩的往前走 然後夥伴就會跟上來 對啊 然後所以真的是每一天都在過關 然後每一天真的都還在靠杯 就是 哈哈 就是然後為什麼又有 為什麼又有客人進來硬不點東西 我就是低消就是熱量啊 什麼 我每天就會發很多事情 但是每天也都充滿感激 因為從一路開始到現在 真的就非常非常多的貴人 就是這樣慢慢捧上去 這樣子 對啊 所以最後就是要分享 就是我一直以來 就是最重要的這句話 就是Micro Judgment書的 It's about knowing where you're going and not forgetting where you're starting 就是不管我 都會來走到哪一個位子 就是 就是我每天每年告訴自己 就是我一定要記得 就是為什麼為什麼要拍這些 也為什麼要拍做這些事情 好 以上是我的分享 那大家有況記得來咖啡廳喝咖啡 然後來看看我們 謝謝 謝謝